美國總統拜登週四宣布 美國在亞富汗的軍事使命將於8月31日完成 拜登在白宮發表講話 並為他結束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決定作辯護 他重申現狀不是選項 他解釋說20年來美國耗費了1萬億美元 有2,400名美國軍人喪生 現在美國不能再給一個20年前制定的政策 是制約 那時根據地在亞富汗的基地恐怖分子襲擊了美國 拜登說現在美國更優先的事項 是為下一場大流行病做準備 加強核心實力 以在經濟上與中國競爭 並且應對氣候變化的全亡威脅 自從美國和北約盟軍在5月1日正式開始 從亞富汗撤走遺留的駐軍之後 塔利班武裝分子在亞富汗各地迅速推進 不斷攻城掠地 自此之後 在亞富汗400多個區當中 塔利班反叛分子已經佔領至少150個 駐亞富汗美軍司令米勒上將上星期警告說 亞富汗有可能走向內戰